李飞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郭先生说过 她绝对是一个有编号的间谍特务 她是带着10亿美元 彻底要把推特拿下的 就在李飞飞当了推特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第二天 我们很多爆料革命的战友的那个推特的账号就受到了限制 还有很多的战友突然间没办法发新的推特 只剩下那个转发的功能 到了2020年的10月24号 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 很多战友的推特的账户都被封掉了 这说明什么呢 李飞飞要在美国总统大选前控制推特 控制社交媒体 就是要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 就是要干掉我们的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 还有李飞飞还是中共生殖器建筑艺术项目的关键人 顺着李飞飞这条线继续查下去 我们可以查到中共国某个常委的私生子 可以查到科兴疫苗背后是谁干的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科兴科技 AI还有科兴科技和疫苗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科兴疫苗未来对人类的杀害还有杀略 远远要大于希特勒在二战时期 二战时期对人类的伤害的千倍万倍 某个国家已经在查李飞飞了 李飞飞会不会被抓 会不会被送进监狱 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了 李飞飞是斯福坦大学的首位的红山讲席教授 他曾经任职是斯福坦大学的人工智能的实验室 在2017年的1月到2018年的9月 他是出任Google的副总裁 在2020年的5月 担任推特公司的董事会 新独立董事 在2021年的4月27号 就被提名为德国拜尔股份的监事会成员 这就是李飞飞光鲜的一面 巴尔股份的代表 玉 accusations 李飞飞